這個時候我們看看女子組的決賽 剛才看過他們的進級過程 來到決賽 究竟是馬來西亞的賽寶律可以發揮得好些 還是菲律賓的寶沙迪斯好些 要看臨場發揮 這套太賽一局過 稍微手震都會失掉冠軍 如果在準決賽的時候 寶沙迪斯的表現當然好些 248分 88分之差擊敗了馬來西亞的沙菲雅 而黃色衫這位賽寶律打了213分 淘汰了另一位馬來西亞球手的 沙林舒基利 他跟沙林舒基利的差距有28分 正式比賽了 賽寶律首先打下球球 第二位馬來西亞球 又有雲仔 幫他們打下球球 柳馬來西亞球 打到另一支,就把全球打出來 郝山歷斯 很放淡,郝山歷斯的球球 郝山歷斯的第一球已經這麼放淡 然後就是郝山歷斯連續打第二球 十九歲的球手 郝山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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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然後我們到蔡寶律 第一球是全中的 這球是全中的 但是它 其實它是用到那個 連結的好處 如果純說它 脫手的球不是做得好 但是它可以把球推到 一個比較乾的區域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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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扯進去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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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邊 那邊 那邊 這一點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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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marksman 那邊 那邊 然後把它插進五個位置 因為它很容易被自己的動作誤導 因為它打出去以為那個位置是對的 但其實它的手是不做得很好 到它做得好的時候 它的球反而是更多了 打個保重 始終除了自己平時出手的動作之外 也配合球道的情況 這次又有運了 一個沒有運球 然後接著又有運球 小心 我看到你 所以寶沙迪斯開開心心後 向後退出 有機會被一個場館的地毯擊倒 所以淘汰賽真的要靠… 除了發揮之外要靠運氣 是 現在三球球 寶沙迪斯打了三球 真是最應該傳中的球 反而不是傳中 分別的能力 上一球 好… 好球 確實不足 它的信心很強 打完剛才那球 他… 手上球率是做得很好 但… 跟剛才賽寶律的情形一樣 是做得太好 球的轉數是太多 令到球在PIN面前的所有HOOT已經用完了 即是我們俗稱的ROLL OUT 球是走走,HOOT突然回直 在這情況下,它要再打一條LINK 應該是可以把球打得更快 看看蔡保律現在打了兩個全中 一個保中 兩位球手還沒斷過 這球打得很好,蔡保律 看看她在單數LINK會不會好些 現在就移到另一條球 這球沒問題 這球調教了把球推開一點 讓他走多一點 他仍然都是像剛才這樣 但他好像是打開球 他似乎兩條LINK 單數LINK的鈴 好像消耗得更快 這條LINK明顯是比雙數LINK多很多 LINK是早很多 好, 好 每一球球 保沙迪斯都很集中去準備 打出來的效果也相當好 他要發揮很穩定 這球球對於他自己的球員 幾乎沒有什麼瑕疵 關鍵性主要看他在單數球上怎樣調教 這球球的球打得很好 謝謝 我們繼續收看女子組的決賽 輪到賽寶律打 我先打 寶莎迪斯的單數做了一個很好的調教 現在他們兩個的分數應該差不多 差一瓶嗎 打保齡球呢 很多時候我們就要克服那支角篇 就是右手的十號篇 左手的七號篇 所有美國球廠做了很多研究都是為了改一支片 就是你了, 這支十號瓶就能保重到 很多時候都好像會覺得那兩支瓶都躲起來了 怎麼撞都是走漏他 暫時來說兩位球手都還未斷 就算不可以傳中, 每一格都能保重 似乎球場真的很熱 連女子球員也是這樣搏 特別是菲律賓球手 反而主場的球手接不到主場之利 也真的有可能 因為在熱帶的地方 本身場館一般來說 冷氣都會更冷 一旦不夠冷氣的時候 他們就更明顯覺得 可以了 這一球球在賽寶裡打得很好 這麼多球球 見到他打得最 出手是最狠 也是最有信心的一球 但是這球道始終都是 應該在中段那邊比較乾了一點 有不夠, 兩個球手都是 比較早起轉的一球 現在輪到菲薩利斯 打回雙數球道 雙數球道其實沒有問題 他們都知道應該打到哪裡 只不過自己的發揮是怎樣 現在的麻煩是單數球道 兩個球員比較 明顯見布莎迪斯比較溫柔地 打球比較有傳統的 剛才你男子球手的蘇亞雷斯也是這樣 對 比較溫柔 菲律賓大部分球手都是比較溫柔的 以前就有些比較力量型的 再看這個單組球圖 問題也出現在這邊 把那條線調直一點 但又踩了中間的柔區 球已經是弧 球撞到一號屏之後 就被那條線彈開了 這樣就留了五號屏 如果他回到這條線彈開了 再調校得好一點 一定要把球再放開一點 即是向坑區邊那邊放一點 首先我想兩個球手都是想 我的單在雙數球裡 一定要先拿到傳中 然後回到單數球裡 想辦法對付他 現在蔡寶麗落後三支瓶 差三分 這一球只差一支 不錯 自己也好笑 叫菲律賓的羅莎 你好 好 這也是那些國家隊的代表 很久了 保重就沒問題了 我不是大分數上營的落後緊嗎 你看到球員的手指上有很多膠布 這些膠布是近十年才發明出來的 主要是被球員容易甩 容易甩手和防傷 但是克服到十三號營 十四號營 十四號營就一定要好好把握 這個球還是回直 不過他打中了Pocket 就能夠全中 但是這條營 似乎兩位球手都不是 找到一個最好的位置去打 先在十四號拿一個全中 先在十四號拿一個全中 再進入十三號 看看保沙迪師會 把球放到坑渠邊那邊一點 還會在十四號營 好小營 你還要到達到達數這一邊 還要到達數這一邊 想到達數一邊 要到達數一邊 就把握數一邊 那邊哪邊 要到達數一邊 兩位打拳都很接近, 看看有沒有人失誤 蔡寶麗正在落後三個瓶, 三分 看見蔡寶麗正在落後, 暫時都很輕鬆 我還是跟教練聊天, 不是太緊張 寶莎迪斯打了他, 有二百三十九分 但他在這條連結, 拿到一個雙倍 好, 看看能否拿到一個雙倍 拿來, 李琦琦反而是調教得最好的 麥師姐, 都在這裡, 看看吧 為何欠這支, 整天都藏起來了 這個呢, 二百十八分 寶莎迪斯打完了, 二百十八分 那要看蔡寶麗怎樣了 其實蔡寶麗有少許好處 因為美哥的球, 他需要打拳的時候 他會在一條比較有信心的輪胎裡 打完的話, 就可以拿冠軍的 一個, 全眾都不少可以 打完二百三十五, 少一個就只有二百二十 但是他的尾數不夠, 寶莎迪斯多 第一個一定要有先 以後面寶莎迪斯多的手大氣 因為勝負是操縱在對手的手上 是的 寶莎迪斯多, 像Perry所說的 在這條球道裡 蔡寶麗有把握, 可以做出三個傳組 是的 如果是輸的, 很大機會都是因為 十號編的 蔡寶麗 如果這球球是打不到全眾 真的很大機會是十號編 打了整個球, 這條連結 他都沒有離開過全眾位 哎呀, 真是說中了 就是知十號編 因為球手通常打到最後一球 都會有一點放開一點 因為讓他自己打一個半 半Pocket, 叫Semi-Pocket 那個傳眾會大一點 但這個位置你要承受 很容易會這樣 但是他的做法都是正常的 好, 加油… 那就沒辦法了 結果驚險之下 寶莎迪斯贏得女士組的冠軍 恭喜你 加油… 加油…